来我们一起看这个号的细节从 两个修炼没有全满的一手是满了辅助技能强壮神速满了这个是我们要批评的这种号没有缺点啊 没有全是优点所以说我们只找缺点就行了 首先的话融会贯通比别人少了三个处性点 用3乘以个0.67啊 从这个面板上比人少了两点伤害 诗门技能全满紫色名字啊都是正常的然后做其成长的必须是2.3432.3433啊好多都满啊 然后祥瑞呢不用看祥瑞这个地震是现实的 这个号好简单好朴素呀 这个号的祥瑞好少 锦衣也不多啊但是神器必须得112神区不能过来个91吧 神奇112啊这就奠定了服战号 另外的话就是孩子孩子一定最好有一个魔镜激发在家还魂的啊 这是正在使用的孩子 1万血1900多速度也可以这个孩子应该1670以上的啊 6651加332加215加483啊1681啊跟我预估的差不多这个孩子的话大概是一个1万多啊然后属性的话也没啥问题 帽子的话17段精致啊这个帽子 你必须得佩服啊能给这个帽子打17段的人啊 因为这个帽子也受加精致的头可能不知多少钱但是他保时钱贵啊这个帽子暴力 腰带的话在你没有 愤怒野兽没有愤怒 穿刺啊愤怒 误报啊误报伤害的时候那你 接下来的选择就是愤怒加抗风啊这个腰带比白板的腰带要贵个几万块钱 然后呢血呢 有点啊血熔炼完以后正常了这个腰带的缺点的是防御有点 咱们这个号咱们就不说优点了因为这种号全是优点就只说缺点就可以了 穿刺加零点六六啊穿刺是一点二零点六六呢其实也不低啊相当于一个考试 分数啊66除以120满分啊打了55分啊接近及格了啊育青的话女人孙用还行 这个鞋子呢 啊反正大藤官府用精心用玉清的话都是打国标的时候防小死亡的时候用的啊也带蓝字 衣服的话就非常的好了衣服16这12减去469 衣服的话277熔炼19点防御296啊利敏双加利敏将人家穿刺1.17啊 衣服没得说项链没得说好接下来看武器大藤官府的复战武器入门级别的话是1050啊 就有了1050的大藤官府就可以了那豪门的武器最低的话是1068啊 嗯等最顶级的话就是1100啊这是三个党入门啊达标啊和终极目标 1076费三加6871045啊不算双加已经达标了啊魔力的法庞就相当于宋体质为什么要算中国属性点因为 只要上升到了服战的级别你就要三维高啊要做六边形战士跟任务不一样任务大家物理系就全力法系就全膜啊 然后顾伤就全敏但是pk的不一样pk的话体质算综合属性啊 所以0.67再加上一个1045啊这个1067也达标啊全身的装备 非常的不错了啊鞋子换成一个高属性的精心鞋也行啊 这鞋子的话敏捷63啊防御107还不错啊腰带的防御稍微低了点 这个戒指能打11段跟帽子打17段一个道理啊这个是我算一下啊这个是报6点 这个是报了4点综合报了10点啊相当于国标四伤害的29房再加10点伤 29点房等于多少29点房等于多少伤29再除以个1.5乘以个0.67啊再加上一个12.95 29房啊差不多等于12点攻击啊所以说相当于一个22伤害的四伤害戒指啊国标这28所以说这个戒指比140的国标要稍微差一点啊 耳势的话没得说耳势的话呃是一个40万的东西啊耳势40万的东西这戒指打了八级箭步耳势比戒指啊还要贵 这个手镯非常的好呀防御一个报了8点一个报了14点啊8加14 报了22点气血还报了上排的抗风还报了啊手镯很好 配饰呢也达标啊db来这这dpb来啊 dpb来现在应该是一本dp受绝前打个八折吧啊dp受绝前打个八折 哇靠 老板这么早就更新这么早就开始更新了这三只dpb来都不错啊资指啥的都达标啊 善恶是非常不错啊 死亡法庞也还行 镜台宁光炼彩5技能啊弱点就可以无视带高神套 主技能高连 dpb来 善恶拍寿绝还涨价了这晚上 这只吸血鬼是啥意思啊 大唐官府带个 敏虚迷抓鬼有人要是吧任务有人要 这只宝宝 顺势的啊 哎呦呦呦呦这个墙啊 啊 带的是高级近击法暴没有低法暴比低法暴多了1%就蓝光好看有点抗风啊磨心 法暴再加法连输出技能不缺 四个轮都不缺而且还带一个单法啊 在没有高级敏捷和抗风的情况下把输出拉满 适合全盟啊 名字 这是有欺骗性的啊 其实不抗风 这只宝宝可以用可以用闪现啊三宫用的有点像